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天氣開始凍了 今晚在衣櫃想找一件外套 發現她的大衣還一直留在這裡 當時的她明明刀刀牙都震了 但她就冷靜地脫下來逼我穿著她 因為那個first date 愛你不愛命的我 穿了那條最漂亮最好看 但又薄癡癡的連身短裙 她現在算怎樣呢? 她安然眼淫福我 她不是真的打算不要我嗎? 你認為她有你的感心嗎? 上班那麼薄幹什麼? 回到家一個不小心 就可以說不開心 無法發我脾氣 我真的這麼差嗎? 我字幕也不像港女一樣 我有沒有要她買貴的給我 我有沒有要她陪我吃貴的 然後她問我有沒有理過她的感受 我想問誰會理我感受 我也想她留意我多點 疼我多點 難道這樣我也有錯嗎? 其實我要女朋友關心我 這樣也不行 這種老套到合爆的情節 是不是熟口熟面似曾相識? 就算你沒有切實開口說過 都一定有想過 你有沒有愛過我 有沒有理過我感受 諸如此類 別裝作 當關係結束之後 那個唏噓又惆悵的晚上 回憶著和那個曾經熟悉的人 笑過鬧過的日子 同時又反覆回帶 想著到底是哪一日 哪一刻開始出錯 令到對方最後 禁易說走就走 是不是過往所共同擁有的 全都是假的? 是不是一切的記憶和感情 她都不在乎了? 她 是不是真的愛過我?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別人又沒有愛過自己 這件事 真是很可悲 很多舊魚 愛又怎樣 不愛又怎樣 通通都是過了的事 反正這一刻就是不愛 好啦 即使現在給你拿到一個答案 那你又會不會相信 難道那個人有沒有愛過自己 你分辨不到的嗎? 但是 有人仍然會堅持問到底 目的並不是想對方給自己一個答案 而是想在結尾來一次垂死的掙扎 趁最後機會令對方記得 他曾經愛過自己 唉 可比level達到99 是你的 放了我的手 最後不會回來 不是你的 你捉住了 之後還沒走 無論怎樣都好 來到最後一集的大結局 其實都已經改變不了些什麼 不管對方答愛或者不愛 都只會淪為自己 往後雙春悲秋的題材 與其婆婆媽媽這樣問 你有沒有愛過我? 不如問問自己 我要不要繼續愛一個已經不愛自己的人 不是的話 就無謂再問再說 遮題發揮 自尋煩惱 既然就人家分 皮就自己收 早點說bye bye 好來好去 不會迫到人家長角 自己爛陷人家爛做 拖拖拉萬結不復 你不覺得都累了 是不是? 你不覺得都累了 你不覺得是 harassment 你不覺得是罪犯 你不覺得是罪犯 你是罪犯 你不覺得 Teddy